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疫情在线 抱紧你的情绪 疫情之下 我们一起 为他们祈求 Show 疫情特色 确诊一线间 确诊一线间 情绪一线之间 我是黄叶仲平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 一个特别的气球 这个气球是黑色的 负面的情绪 其实有时 真的好像一个黑色的气球 越泵越大 甚至大到 连你所看到的东西 完全都挡住了 如果你是清醒的 你就知道 它只不过是一个 泵了气的气球 我拿一支针 啵一声 就可以把它吞爆了 本来这是很简单的 处理方式 不过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却是很多人 他们好像 不知为什么 看到这个波越来越大 他们的心 好像定格了 在某一些心理状况 他会眼白白地看着他 越来越大 怎么算好 有些人就会 走啦 有些人就会 和他死过 怕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特别在心理机制里面 怕本身是保护我们的 有一种保护的作用 怕令到我们 我们懂得去逃离一些危险的地方 保障自身的安全 但是如果我害怕自己害怕 就真的令到你招了头 这些精神的困扰 其实是经常这么发生的 特别是事情都没发生 那些人就已经害怕了 他们的情绪是跑得比那件事 预先担心 预先害怕 那就很难处理了 这几段我们都见到 很多人是预先害怕的 他们预先去抢购 预先去买东西 当我们在害怕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是走了去前面 我们忘记了 我们还在这里 我们忘记了我们身处的状况 忘记了现在的情况 我们都是想着将来 我为将来担心 我为将来不知怎样 我为将来打算 我为将来计划 也有人留在以前 以前最坏我不做什么 以前最坏我也不什么 所以如果你在前面 在后面 你都忘记了你现在的情况 你就会忘记你身边的人 忘记你现在要做的事 你也都没有心机去投入 你现在能够享受到的事 人又是这么有趣的 我们没有办法落在其中 现在吃东西都好像吃之无味 说到这里 忍不住想起 圣经里面传道书 有这么提醒过我们 他说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 都是暴风 是的 我们的诗人他又看得透了 他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假象 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 不要自己令到自己难过 在这段时间 朋友呀 你有没有被一些事吓死你呀 要防止这个黑色的气球越吹越大 我们就要停止不要吹 对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 可能我们要多问一句 这些消息是哪里来的? 这些消息是真还是假的? 当我们这样一问的时候 说不定我们就好像拿起一眼针一样 不不声 这个黑色的气球就会自己爆开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有很多东西我们问多一句 知道多一些 不要自己吓自己 甚至有时候我们脚都远了 是因为我们以前某些的经验 记得留在当下 留在现在 你才能够享受现在你有的东西 就不要想将来我没有的东西 我是曾维州传导 没错 新冠病毒 真是带给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确诊数字起起落落 令到人住在不同的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今天一起来祈祷 盼望你 无论是信主 或者是未信的 都一起来祈祷 祝福我们所在的香港 带领我们人生的主宰 我们感恩 可以由你带领着我们在苦海当中去持航 有时我们会见到黑云遮蔽前路 但这些黑云可能只是幻象 或者幻觉 令到我们以为是绝路 但神你却要叫我们 绝处逢生 看到你的恩手的带领 求主叫我们听到 你叫我们 只要信 不要怕 也都不要害怕自己去害怕 因为 有时都是我们暴风捉影 我们相信 船到桥头自然直 因为有神的带领 就不自害怕 神的恩典必定够用 当我们来到 要弹河边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只要我们碰着信 脚一入水 水就分开 我们可以在干地上走过 在人的尽头 就是神工作的开始 在疫情之中 有时因为一两句的谣言 就令到社区里面爆发一些购物潮 这些假的信息 的传播 令到人心惶惶 我们祈求天父 指着那恶者一切的欺骗 叫撒旦这个说谎人之腹 是无所遁形 不要再迷惑 扰乱这个社会 愿主真理的圣灵 赐下平安 感恩祷告 是奉靠 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祝福在祂址 欢迎收听 愿你平安